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行 美国只不过是抓住这个时机踩了一脚 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 土耳其目前处于高负债率 高通账等阶段 再加上新兴国家资金普遍外流 美国通过各种杠杆来敲动美元回流 导致热钱快速流入美国 加剧了土耳其的金融危机 另外 土耳其现阶段之所以会出现货币危机 很大程度上因为它的国际收支贸易逆差增大 诱发了土耳其的债务危机 最终导致货币危机的出现 马晓林 土耳其经济结构失衡 及其依赖外资费经外国语大学教授马晓林 土耳其本身经济结构单一 而且它对外依赖非常严重 国内三产的比例分别是 农业占14%左右 工业和仿制业占22%左右 第三产业占64%左右 这是一个典型的靠旅游三产 服务业 以及出口大中原材料支撑自己GDP的国家 外汇收入与地缘关系 有着紧密的联系 此外 土耳其出口结构单一 外债规模比较大 经济发展及其依赖外资 土耳其货币危机对欧盟产生了一些外易效应 丁一凡 打在土耳其身上腾在欧元区心上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定一版 实际上这一次危机是打在土耳其身上 腾在欧元区心里 土耳其发展之所以快 是因为欧洲对土耳其投资增长非常快 最近几年欧洲的资本大量流向土耳其 也提高了土耳其的经济增长 但是反过来土耳其出现货币危机后 马上会影响到欧洲投资资本的安全性 会影响到欧洲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安全性 还会影响到一些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 新闻链接 欧洲资本市场对土耳其货币危机有着怎样的反应 外部而言 目前受波及最大的是欧元和欧洲银行业 欧洲多国银行现在对土耳其矿放款 1387亿美元左右 因此土耳其货币危机可以说是一个火烧连环传的状况 土耳其货币危机对新兴经济有何影响 丁一反 近期土耳其危机带来的新兴经济连锁反应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愿意研究员丁一反 中国首先应该注意两种趋势 一是对新兴经济体扩展 蔓延程度会有多快多大 但是中国跟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 中国有稳定的国际贸易收支盈余 还有巨大的外汇储备 可以应对挑战 另外 我们在新兴经济体上投资也非常多 如果一些新兴经济体遭受冲击 对于中国的投资会产生什么样影响 我们要做好评刮 马晓琳 新兴经济体虚强身健体 同时避免地缘分丁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马晓琳 面对挑战 新兴经济体强身健体是根本 同时要避免发生地缘分争 减少外部环境的冲击 专载请著名央视财经